哇 好多我们腾讯的朋友 已经准时等待着我们的直播了 感谢各位的支持 那已经在直播的朋友们呢 也欢迎你们把本场直播的链接 分享出去 邀请更多喜欢我们直播剧 支持我们几位主演的朋友们 一起来到我们直播间 来聊聊我们今天晚上七点半 即将在腾讯视频开播的 婚内婚外这部剧 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剧内还有剧外的 有趣的故事 好我们的几位主演 正在陆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大家稍等 大家是不是已经知道 是哪几位来了 对不对 我们今天有四位主演 来到直播间 跟大家来聊聊天 今天也是我们的 婚内婚外清醒局 我们也准备了很多跟聚集相关的问题 要向我们四位主演老师进行请教 大家稍等 然后他们正在一一的进入到我们直播间 跟我们一起来连线 对如果有任何跟聚集相关想要了解的问题呢 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平留言区 发送出来 嗨风哥好 风哥好 哈喽 哈喽风哥好 你好 好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声音 还有我们的机位以及灯光 我们在陆续等待其他三位主演老师 一起来跟我们连线聊聊天 也欢迎正在直播间的朋友们 特别是我们风哥的粉丝朋友们 把我们本场直播分享 注意要求更多的我们的风哥的粉丝朋友们 一起来观看本场直播 那今天的风哥也会在直播间 跟我们聊聊我们这部 今天晚上即将上线 即将开播的 婚内婚外的有趣的故事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和粉丝朋友 然后也谢谢风哥今天如约而至 待会儿跟我们多多分享 我们这部好剧好吗 好的 你好 瞬间风哥 哈喽哈喽 哈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气色非常好 你也是啊 一上来我们就互相吹风 梁文老师 我们今天这个开播的直播 做了很多的准备 也特别感谢两位 这么用心 对待我们本次的腾讯的直播 然后呢 我们也在稍等另外两位老师 接入到我们直播间 我们一起来聊聊 婚内婚外这部 今天晚上即将上线的腾讯视频的新剧 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稍等稍等 好 粉丝朋友们也欢迎各位 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出去 我们待会儿有很丰富的内容 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 我们会和四位一起来玩一下 一起来完成 哦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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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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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们好久不见 哈喽也好久不见 上次我们也在同学内外部剧聊过 是的 是的 好 我们再等一下 蔡文江老师啊 他也在正在紧急的奔来我们直播间的路上啊 我们再稍等一下 然后也欢迎三位老师来我们直播间 也欢迎各位粉丝也如约而至 然后欢迎各位把我们的本场直播链接分享出去 邀请更多想要今天马上追求的朋友们一起来观看本场的我们的婚内婚外的清醒局 到底有多清醒啊 待会我们直播间间分享啊 三位也是好久不见是不是这部剧杀青之后 对杀青之后就没见过 杀青之后就没见过 甚至想念 是的那今天我们也是这个虽然是清醒局也是好久不见老友之 待会也是多多聊聊 文静老师来了 哈喽 哈喽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哈喽文静老师 哈喽哈喽 哈喽 我们全言到齐了 全言到齐了 那我们请苏文老师再稍事调整一下我们的声音大小 包括灯光和机位 我们的直播马上开始好不好 好 也欢迎我们准时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 我们腾讯视频的网友们 来到我们的婚内婚外清醒局的直播间 我今天主持人顺天 欢迎四位老师 欢迎各位网友 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这部即将上映的剧的剧情好不好 我们给正在直播间的网友们笑笑的科普一下 我们这部婚内婚外这部剧主要是讲述的是 精英总裁胡诚 PoA妻子婚内出轨 我们的公益律师宁悦 勇敢反击 两个人斗智斗勇 最终我们的渣男胡诚被神之以法 我们的宁悦摆脱胡诚的控制 成功觉醒 胡诚 胡总 胡总好 胡总好 蔡老师 hello大家好 我是文静 这次呢 在剧里演了一个全力反击胡总PoA的妻子 宁悦对不对 对 好 娜娜 hello大家好 我是加奈娜 在婚内婚外饰演前秋子 然后是一个对胡诚恋爱脑 然后也对事业比较有脑子的一个女性 好 欢迎娜娜 黄老师 hello大家好 我是黄威德 这次在婚内婚外饰演的是周伟 他是胡诚的师兄好兄弟 对于他的生活跟事业都有很大参与的一个好好先生 也是俗称的霍希尼先生 霍希尼 欢迎黄老师 欢迎四位 刚刚其实我们是一个对角色的小小的介绍 但是怎么可能我们这么一部好的剧 这么丰富的角色 一句话能解释得清楚呢 对不对 那我们还是因为在开播前吗 大家对这个剧情还是没有那么了解 我们请四位分别讲述一下 你们觉得婚内婚外是一部什么样的剧作 什么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好不好 我们请冯老师先给大家来科普 科普多讲讲啊 我先吗 我先讲 哈哈哈 蔡芬队要不你来PUA我一下吧 哈哈哈哈哈 不敢胡总 给你反击的一次机会 哈哈哈哈哈 这部系我觉得 就是特别对不起菡文婧 奶奶 哎呀 还有你哥 我就是 我在戏里面 pua了所有的人 就是我有一种 这个胡总 你有一种非常的 强大的一种掌控欲 她希望可以掌控 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她的 婚姻 她的家庭 他的事业 他的友情 这个人特别可怕 其实我自己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在这个角色里面 畅游了一番 也做好了被骂的准备 但其实演这样一个比较极致的人物 我也觉得是比较过瘾的一次体验 我觉得风哥真的求生欲满满 还没有讲到任何剧情 先来了一波给全场的盗窃 其实确实我看预告片的时候 整个BGM和整个氛围 感觉还是有点drama和恐怖的 这个角色到底有多恐怖 真的今天晚上七点半 去腾讯视频来解锁了解一下 我们再请文静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部婚内婚外这部剧集好不好 来 要请 其实我觉得这个角色 风哥的角色是那种 你会让你没有察觉它很恐怖的 所以我这个宁悦这个妻子呢 就像一个那个温室里面的花朵一样的 然后风哥就像特别像那个温室 然后把这个花朵呵护得特别好特别好 然后呢在这个不知不觉 在这个温室中可能感觉 哎 我好像被困住了 是那种感觉 然后才发现 哎呀 这个温室是一个 所谓的一个童话的泡沫 然后它你可以在里面 就是接受它的好 然后可以这样的度过一生 但是如果说 它是不经研究的 如果你可以就是 闭着眼睛 这辈子就过去了 然后你也会觉得你老公很好 你的家你的生活也很好 但是当时如果你睁开眼睛 你把这个温室戳破 然后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可能是一个谎言 或者是一个 胡承用心知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梦境 然后就是它 怎么在这样的一个温室中 去摆脱那种 可能 不是很易察觉的破碎 然后 哎 我在说什么呀 就是在你和你 面前是一个温室 我跟你们讲啊 其实刚才我讲的时候 我逻辑是很清楚的 但是我这个前面呢 放了一个美颜灯 然后那个灯突然灭了 我心就慌了一秒 然后我整个就是语言都不通顺了 因为我觉得我是不是不美了 然后现在好 我再回过来 我再讲一下 然后你们发现我黑了一个度 然后就是我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 风哥这个在这个角色 这个戏里面的呈现让我觉得 哎呀 特别特别好 是因为他完全没有去保留 就是他在这个戏里面给到我 呃就是那种压迫感 然后所以这个戏就呈现出很多 非常精彩和drama的一些呃情节 然后会让大家对婚姻生活 有一些探索吧 就是这样 嗯我听到除了刚刚我们说的drama之外 还有一些温室觉醒和反抗 这样的关键词 看来这个角色 其实也有一些性格的转变 对不对 嗯好 我们请娜娜来介绍一下我们这部剧 嗯我觉得婚内婚外嘛 就是主要其实就讲的是 这个宁悦和胡晨的这个婚内的生活 然后我是负责婚外这个部分的 对 然后我也就现在就先跟大家道歉 然后可以大家就是呃 大家可以骂 但是不要上升到这个本人啊 这都是钱秋子的个人立场 他其实就是呃因为自己原生家庭的一些缺失 然后所以对像胡晨这样的男性 他是有一种呃非常执着 然后很恋爱脑的 然后确实剧里也有很多很drama的部分 不管是跟明月还是跟胡晨啊 然后有很多大家都可以期待的这些很精彩的片段 对然后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追起来 嗯没想到这个分工还要按照婚内和婚外来分工 这个话本也蛮有趣的 我们请黄老师介绍一下我们是婚内婚外好不好 有请黄老师 是是刚才听三位讲完 尤其是那个奈奈讲的他的角色之后 我猛然觉醒发现我跟他的角色是一模一样 因为我也是负责婚外的部分 呃呃在讲了一个呃 算是一个社会现象的一个核心现象 就是说这个控制欲很强的一个PUA的男人 去推动了我们这个整个戏的前进 那在我自己看来就是呃 稍逢把这个压迫感给的周边的这个所有的演员 都恰如其分的表达了出来 PUA同时对应的就是一个比PUA的 就是被PUA的这些人 那当然如果没有他的这个控制欲 我们整个戏无法的前进 无法的呃继续陈述下去 但事实上生活在他周边的这个人 也是一个一体两面的状态 就是说呃在对于我一个作为他的师兄 或者公司合伙人好朋友的这个立场上来讲呃 我是很享受一直有一个领导的兄弟在前面呢 帮我们做决策 其实我觉得在呃所谓的生活在婚姻在工作上面 有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对应关系嘛 如果说你愿意去呃被PUA 其实呃猛然回头一看 你也觉得挺享受这个状态 只是说我们在重点在强调这个 这个他的控制欲 然后造成了这个他婚内婚外的 包括可能会祸害到他身边的兄弟 或者是可能对他的呃另外一半造成的压力呃 造成呃比如说那个月月的反抗 所以呃这样子的一个推进造成了这部戏 就非常精彩的呃 让大家可以跟着这个胡晨的这个呃 呃PUA的性格呃 我之前呃之前我上次看的话说的在有一个活动上面 我也说了一次我说哎 李泽峰你没演过的角色我都想演演一下 没想到这次真的是梦想成真了 但是我觉得我这次演的是一个升级版的 我就是不想仅限于呃出轨 渣男PUA 我觉得我希望塑造一个呃 呃呃压迫感很强的人呃非常的自我呃非常的有那种想要掌控 掌控身边的所有他的人生他的一切 他的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要为其所有 我觉得是一种很病态的一种感觉呃 我为什么就想也是这个角色之所以吸引我 我其实刚开始找我的时候我也有忐忑 我也有啊这个太可怕了 我怎么演这样一个人怎么办呃 呃但是我觉得我我曾经有一度啊试着想要去美化这个角色 我想要着补一点找一些理由 后来我觉得嗯这不是我来演这个角色的初衷 我觉得我想演这个角色呢就是想畅快淋漓的体验一把呃一个极致的角色 我觉得角色都是要为戏服务的呃细的剧情好看 他必须有紧张刺激的矛盾冲突和推动剧情发展的这个走向 因为大家都是你好我好大家都是老好人的话 这个戏就就就就就不是一个这样风格和调性的戏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呃每当我有退缩的时候 我一到现场一开机一表演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这个潜意识就会推上我往一个极致的方向去走 包括呃会给一些呃身边演员的一些压力和压迫感 其实我好多演戏的时候我都没有提前商量 我跟韦德哥我们演戏跟蔡文静 我可能对蔡文静和奶奶还比较比较手下留情一点 我跟韦德哥就是比较夸张就是我们呃我们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演员嘛 我就是会故意有时候在演戏的时候去为难一下他 甚至有时候我会我会在他面前倒一满瓶的红酒 就要他喝 开着机他不喝他就笑了笑 然后我一拍出你喝 你喝不喝今天 就他也得接着我的戏 但又是在人物里面他又尴尬 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现场碰撞的一些一些我觉得可以我来做这个恶人 就是一个戏他肯定有红脸和白脸 我愿意唱这个红脸黑脸 我愿意唱这个黑脸 呃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呃 嗯这次是一种破釜成舟的一种豁出去的感觉 不要在意形象和我就觉得是希望这个戏能好看 这个这个呃这个角色有有意思 要不然我就觉得我我我白白来演了 自己又没有过瘾 你不管怎么美化这个角色 你还是得被被人骂 因为你这个出轨PUA 这个这些东西都是铁的事实 我觉得就作为演员来说 就做好自己的本分 让自己演开心了 呃不是演开心的就演爽了 你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个人物里面 把这个人物做到极致 但是我觉得呃因为我作为主演 我也会影响别人 我也会影响到文静 也会影响到奶奶 嗯包括在一些拍戏的过程当中 呃因为我和文静就是我们一直是大的 也很舒服他也就是 嗯我是不是说太多了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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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因为欧哥就是这样的一副形像 因为我们看预报朋友的时候 真的那个气场太给太窒息太压抑了 气场老强了 今天直播间真的跟这个觉得法则特别大 没想到那个气场那么强还是收着眼的 真的,佩服,佩服,很多网友说,您的这个角色,他是一个典型的NPD的人格,您这样看吗? 我觉得他有点疯狂,很疯狂,他是千人千面,在剧里面对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一面,甚至一个人有两面到三面 真的,因为NPD有个特点,就是双标双面,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预告片,叫做这个雾影双面的预告片嘛,其实就很完整的呈现了这样一个双面的性格,我们能不能强迫别人来接受,就是这种 风哥能不能帮我们再呈现一下这个丝滑的双面转换的这样的一个剧情,可以吗?我们这有一句台词,您用两种脸孔来完成一下,可以吗? 哦,是什么台词啊?我来说一下台词啊,台词是,也是我们剧中的,应该是啊,我们两个是夫妻,夫妻本就是一体的,为了这个目的,我不惜一切代价 我们在这个台词玩人过程中,要完成 哎,你别,我这演着呢 好,来,三 Action开始 Action 那个词是什么来着 我们两个夫妻,夫妻本就是一体的,为了这个目的,我不惜一切代价 我们俩是夫妻,夫妻本就是一体的,为了这个目的,我也付出一切代价 好,我真的太期待了胡成这个角色了啊,当然我们也是感受到了这个窒息,大家感受到窒息了吗?感受到的话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留言一下,让我们看到你们有回复啊,那我们也想问一下,被笼罩到这种窒息气氛中的宁悦啊,那蔡文静老师是怎么看到的? 现在胡成和宁悦的这段婚姻关系的? 就是,他那个,我们这个戏开篇,他有一个溺水的嘛,情况,就是他躺在那个,那个,呃,一个水面上,然后啪一下被拉下去,然后很多水,水草把他缠绕住了,就很窒息 你又不知道那些水草是怎么长出来的,他是怎么出现在这个婚姻中的,就是有一种,就是胡成你看刚刚那个风哥演得特别好啊,就是那种很有压迫感,但他不是一个强弓型的,他是那种暗戳戳的让你觉得,对,你必须要听他的,然后他会给你很大的压力,你很难去拒绝这样的一个丈夫,然后,而且他砍断了你身边所有的联系,就是,你没有,你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 生活体验了,你的所有生活体验都是他赋予你的,然后你变成了一个,其实宁悦这个角色,我觉得特别典型的是因为,呃,他不是一个没有认知,然后,呃,没有价值感的女性,他其实是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然后他是一个律师,他其实是一个高知人群,然后他本来是有自己比较好的工作,其实像这样的女性,他一般是形成为一个独立女性的,然后一个是为自己而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可是,哪怕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人,他和胡成在一起之后,他的,他的所有的认知都被砍断了,然后他开始在,呃,就是胡成的一个,所谓的PUA之下,然后让自己对自我的认知变得非常的低, 然后变成了一个复庸者,一个依附一个,依附一个,呃,男人的一个女性,然后,但这不是他选的,是被一步一步诱导在那儿了,就是在,每次在生活做选择的时候,他好像觉得,哎,呃,我婚姻和家庭,我,我这一刻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我做了一个婚姻的选择,啊,出去工作和不出去工作,我在一个,就是胡成的影响下,我做了一个回家的选择, 你看似并不是,就是,你放弃了自我,而是在各种的复杂的原因下,你就慢慢活成了这个样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这位,这个女性,她不会觉得说,是老公,怎么我了,直到有一天,她知道了一些真相之后,她才发现,原来,这么多年,我看似自我的选择,其实都是,在, 胡成的诱导下,其实所谓的PUA下,她完成了一个,从独立女性,变成一个附庸者的一个转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点,因为有的人就是,她在被,深度PUA的时候,她被PR不自知,然后,她活在一种,很享受,对,她很享受,她也觉得,哎,我觉得我老公,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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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聊聊你老公,我老公,嗯,给我钱花,给我闲,让我去做SPA,每天给我换衣服,孩子也不用, 我带,反正你想带要带不带,她也可以找人带,住着大house,每天,有钱有闲,没什么问题吧,哎,还对你挺好的,而且又很爱你,而且他们又不是说毫无情趣,经常两个人还有一些比较,就是,有情趣的生活,经常还去度假,没有什么问题啊,露营什么的,对,对,对,你就默默的,就是,温水煮青蛙的,然后发现有一天,哇,你要被烫死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跟,其他的,呃,一些,就是,家庭剧里面的一些区别,就是,它是一个,隐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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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把,你,淹死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我和胡诚的关系就是这样的,然后开始慢慢反抗了, 然后胡诚这个角色,就觉得说,你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我对你不好吗,你为什么突然要这样对我,你,哎,你为什么突然开始有一些意识在觉醒了,我不让你觉醒,因为你必须听我的,他是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人物状态吧,嗯,我听出了,而且这个宁月的觉醒,从PUA中的觉醒,其实也是,因为她一直是有脑子的,作为一个高知女性,所以她是,虽然温水煮青蛙,但通过一些事情,然后发现了自己,确实需要反抗和改变了,嗯,我也挺, 听出来了,我们也问一下,奶奶好不好,作为这个田秋子,你是,作为奶奶啊,怎么看待这个田秋子,和这个胡诚的这个关系的,嗯,其实,田秋子这个角色,就像我刚刚说的样,她本身就是一个原生家庭,对她有很大的伤害,和性格有缺陷的人,然后以至于她后来,不管是在自己的爱情上,还是事业上,她都很向往那种非常高端,非常高端的, 然后自己的事业一定要做得很好,然后我的男人也一定要找非常好的男人这种,然后,总的来说,她又是有一点缺爱,更是缺负爱这种,所以她对这个胡诚的爱呢,就是,非常的深沉逆往而生,然后为了她就是,可以牺牲一切,可以做任何事情这样,她也是一个慢慢清醒,然后慢慢在觉醒的过程, 她是一个因为自己以前的一些, 生活上的遭事也好,然后影响到了自己未来的人,她很多时候忽视到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忽视掉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她在寻找一些所谓的安全感,和所谓的她想要成功的感觉,所以有些时候,我不知道就是,冯老师会怎么想,有些时候我觉得她在内心程度上,跟胡诚是很像的, 她就像一个小的这个女胡诚一样,就是,为了很多事情,她可以不择手段,然后不想回到以前的某种情绪和生活里,所以她对胡诚就会有各种方面的依恋,不管是情感方面的依恋,到后面,她甚至会觉得说,胡诚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她的事业好,就等于我的事业好,我一定要看着这个男人再成功,再次东山再起,我就会有一种满足感,所以她就是一个非常, 以至于到后面变得有一些扭曲和不清醒的人,但是到后面,可能她也是慢慢的完成了一次自我的成长和觉醒吧,对,田秋子是有一点这样的,包括和胡诚之间的感情也是,呃,从慢慢一开始的大家所谓的一些婚外情,然后到后面的,可能还是田秋子就挺爱她的,对,我发现啊,其实两位算是这个胡诚的受害者联盟,受害者联盟现在好清醒,超级清醒, 我们再问一下我们的胡诚受害者联盟的另外一位黄老师,啊,这个角色,周伟这个角色,其实也是被胡诚用兄弟情POA了,那能不能小小的剧头一下,我们周伟这个角色在剧里是如何应对兄弟的POA的,呃, 呃,其实我刚刚听完大家的说法之后,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精英人士如何养成的故事,就是说他有一种驱动他身边每一个人,照着他所分配的每一条线,去,呃,安排好这每一个步骤,也就是说在婚姻方面,他对于这个 这个宁悦的驱使,对于佳奈子,啊,这个,呃,田秋子,啊,怎么会突然跑出这个名字,融合了,这个是这个人戏合一了啊, 然后对于这个周,这个周伟这一部分啊,就是说周伟在我看整个系里面,他不完全是,他从他学生时代,作为这个,呃,胡诚的师兄,呃,他开始等于,把他当成一个兄弟,把他当成一个伙伴,甚至于当成一个,他可以follow跟随的一个领导者,然后,呃,从,呃,他们学,呃, 学生时代他们创业,他们进公司,甚至于他还要帮他去cover掉他婚姻当中的很多的这种细节,也就是说,他已经完全的为,呃,胡诚所用了,那这种能力哦,其实,这是一个很棒的能力啊,只是说我们现在把他的这个黑暗面,特别的那个张彰显了出来,那甚至于在我的到后期,包括我家庭方面,其实我所有的考量点都是怎么对胡诚好, 怎么对公司好,怎么对那个,呃,周边的怎么帮他把这些事情分担解忧,啊,那,呃,现在看来每个人的感觉都是这样,就是说最后我们都是在,站在他的立场上去用他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事情,所以当甚至于最后,呃,当他身体不适,他,他,他, 他想的事情还是胡诚,那么我觉得这个中间,呃,跟风哥的有几场的那个,呃,在医院的戏也是,呃,蛮触动到我的心里的,那我觉得他也是很真情流露,我这边也是觉得就是说,呃,就算我什么事做不成,我也要把这个, 这个,胡诚的这边的解决,对啊,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呃,当然大家都现在都很怕PUA,啊,但是,呃,整个想起来,他这个精英养成这个能力,呃,如果说对养成这个能力有兴趣的人,也可以看看我们这部戏,啊,对,哇,黄老师真润乌习乌生,最后跪着到,来看这部戏, 真的能学习和尘找到好多东西,对不对,感谢黄老师的宣传,那刚好多人问,啊,在评论区问,什么时候开播,今天晚上七点半,腾讯视频准时开播,千万不要忘记收看,啊,今天晚上七点半,好,那刚刚其实四位都是挺清醒的发言,但是我们这边还要再测试一下,你们到底真的有那么清醒吗,我们马上到一个清醒的小游戏来玩一下,啊,轻松一点的,这个游戏叫做,我要你看这边,啊,很简单, 第一个游戏啊,我们第一轮风哥,比如说你要说,我要你看这边,你的手往左边,我们所有人在同一时间上下左右,完成跟这个方向相反的动作,才算获胜,才算清醒,OK吗,好,我们来说一遍啊,来风哥,用手来,我要你看这边,然后呢,随便做一个啊,三二一,我们四位,来一起,三二一,我要你看这边, 哈哈哈哈,韦德哥,你太挺我的了,真的是,最爱我的师哥啊,OK,这就算黄老师淘汰出局,然后我们蔡老师和娜娜就算获胜,然后接着往下玩,OK,好,来,我们正式开始了,正式开始了,还是我吗,对,风哥,你来玩第一轮,正式开始,来,三二一,开始,请大家看,这边,哇,我一直出去, 哎,刚刚黄老师看的是哪边,好像是出局了,对不对,来,黄老师淘汰,来,黄老师继续,我们三位接着PK,来,黄老师接着来,我要你,请你们看,这边,好,来继续,还是我吗,对,没有出局,没有出局, 那不是应该轮到下一位了吗,好,来,蔡老师来,试一下,嗯,来出题,我要你看这边,好,来,我要你看这边,好,没有人淘汰,来,奶奶出题,奶奶出题,好,我要你看这边,好,来,没有人淘汰, 我们还要加快速度啊,要同一时间伸手和这个转头啊,来,奶奶继续,好,我要你看这边,哎,风哥淘汰,啊,风哥淘汰,好,来,到文静和奶奶的双人PK局了,来,啊,你听不出题,我要你看这边,好,来,三二一开始,我让你看这边,好,奶奶, 啊,这是出题,哇,你看这边,啊,好,好,我操心你画了,好,那我们恭喜奶奶获得我们婚内婚外人间清醒的称号,恭喜, 不,不,哼,田秋子,这个,嗯,那个,婚,那个,不,不,西外可以,但是西内他们是不清醒的,好,来,我们在玩最后一轮啊,从奶奶开始出题好不好,来,奶奶出题, 我我我第二轮对第二轮这位四个人一起玩 来四个人好好好 黄老师加油黄老师加油 来我要你看这边 好没有人淘汰啊黄老师需要加速了啊 来黄老师出题 黄老师出题 我让你看这边 来风哥 我要你看这边 来黄老师 我发现我这个摄像图是反的 下搞得清楚左右弄不清楚 但我们每个人都是应该是一样的啊 都是都是反的要反都反啊 来黄老师 我出题 对 我要你看这边 我要你看这边 来黄老师 我要你看这边 我要你看这边 好我们第二个婚内婚外人间清醒的称号 翻给文静啊 这次我们两位女生都获得这个人间清醒的称号啊 恭喜两位好这个小月之后我们再玩一个游戏啊这个游戏哎快问快答的环节 四位老师有准备是有准备指笔吗 我们是一个问答题 有 四位老师请听题 这次我们回答要从剧中角色的角度来出发啊剧中角度 所以你是按照剧中人物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所以你是按照剧中人物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哦 然后重复一下 哇 我们看一下答案是 胡承胡承胡承 奶奶 全员胡承 为什么为什么选他 文静为什么选他 他老跟我演啊 都不跟我说这种话 所以跟他离婚嘛 这个自己也选自己啊 实至名归 来分享一下 为什么要选 这个戏我真的是演的在表演的时候 我是拿出了我所有的办法 和我所能够想到的技法 和一些对角色的层次的 和一些出其不意的东西吧 所以我真的就是希望 我在每一个人的面前都是有不同的一面 包括我其实生活里面 对每个演员的那一面也都会不一样 就不管还是戏里还是戏外 我都想给大家能够营造成一种 一种一种氛围感 比如说 我刚刚说我跟韦德哥 就是我们在演戏的时候 比较有意思啊 比较出其不意啊 就是你弄我一下 我弄你一下 或者大家是互相使个绊子 什么的 那像蔡文静呢 文静我就比较顺着他 顺着他来演 我看他怎么表演 然后我看在他的表演的这个时候 去找一些空间 去达到在他面前和在他面后的一种 表演的层次和不同 其实当他看到我的时候 他都觉得挺好的 但是他没有看到我的时候 我是完全不同的 那对奈奈呢 我其实还是比较强势 就是在戏里面 奈奈有很多的桥段 还有很多的一些 都是我帮她设计的 或者是我 我手把手跟她演示 教她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感觉这个角色上升了 我觉得 有时候我觉得 是要在一个节奏里面 我会比较强势的跟她说 说我这边想要的一个想法 我希望你可以 怎么样能够配合到我 所以奈奈如果被骂的话 那个很多就是怪我 是我强加给她的 保护她 风哥太敬业了 我觉得风哥 已经带了这么多好作品给我们了 在这部新作中 还这么用心 越来越期待 我们今天要上映 以及开播的 婚内婚外 大家七点半 冲冲冲 赶紧去看 好来 第二题 我们四位中 谁最不好惹 来 选出她最终名字 写个姓或写个名字都行 简单一点 代表这个人物就可以了 谁最不好惹 感觉答案可能会有区别吧 我们看一下 月 哎呦 四人都写的是宁月 我们问一下风哥 为什么觉得宁月 他不是被你批为的很好吗 我觉得吧 我这个十八般五一都使出来了 最后还是被宁月一招绝杀 所以他 就是他 其实我前面都是在为 文静铺垫 没有这种 你的对手是很强大的 是吧 我作为你的对手是很强大的 才能体现出你后面的这个 反杀的厉害 怎么样怎么样一步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对吧 打败一个强大的对手 他是很强大的 来宁月 为什么写自己 他就像一只 就是 就所谓的 比方说你一只蚂蚁 你扳倒了一头狮子 或者是一头大象的感觉 然后你会觉得 就我在读剧本 包括后期演的时候 我自己都会佩服 我说哇 宁月真的太棒了 太厉害了 因为你刚才说 胡诚能演 其实宁月也挺能演的 他就是什么都知道 他还能够演成相安无事的 然后他默默的在仇坏一些 怎么样去反击的一些事情 我就会觉得 其实宁月非常不好惹 因为他不好惹在于 胡诚是你惹了他 他此刻 就会有一些动作 或者你能感知到一些 他对你的压迫 可是宁月是 任务戏无声的反击 你最后把你直接撂倒 那其实 在这种反应下 我觉得 这种人是更不好惹的吧 因为你都不知道你惹到他了 然后他却默默的把你 KO 这种感觉 按着来的更看不出来 对不对 好下一题 谁最清醒 最终谁最清醒呢 我们来看一下321答案 月 月明月 哦 我觉得这个风哥答案是不是也是 你看胡诚答案是谁啊 我其实有一点不知道怎么选 我觉得都有很清醒的一面 都有很清醒的一面 是的 你也是俗旺所归最清醒 是的 好我们看一下下一题 谁最纯爱 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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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亮答案 甜甜 秋子 都是秋子 来秋子说一下为什么秋子最尘爱 其实就还是我刚刚在聊那个和胡诚的那段关系的时候的感受 对他对这个哪怕他自己最后不管变成什么样他都是要跟胡诚在一起 然后对就是这种这个比较纯爱吧 是的 对对对 又有事业脑又有恋爱脑对不对 好来我们最后一题谁最靠谱 我 角色中谁最靠谱呢 321亮题板 我 周伟周伟 黄是指黄维德老师吗 对 黄老师 中央所归最靠谱来 说一件你觉得你做了最靠谱的事情吧 我们的周伟 他全身心都奉献给了胡诚吧 然后我觉得他就是 他应该是在这些人里面唯一对他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个跟随者 就是比如说像你们刚才讲说这个月月他 其实包括这个田秋子 他们可能就是都会对于他们身处的这个状态里面他们会有这种形思 但是我知道 走到最后一刻我都依然对这个胡诚深信不疑 而且都一直想为他排忧解难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真是PUA的话 那已经是PUA到骨髓里去了 所以我想在胡诚的这一块 为他排忧解难的他应该是最靠谱的我想 好谢谢黄老师分享 我们也今天晚上记得去剧内看一下我们周伟到底怎么靠谱 向他学习 好刚刚聊了一些些剧内的剧情 然后我们再来到剧外吧 我们来一个全员吃瓜局 剧外里面在咱们剧组整个拍摄过程中 我们这些不用答题啊 不用执板答了啊 谁是片场和剧集中反差最大的人 你觉得 剧集和片场反差最大的人 我们问一下文静好不好 四位中谁 风哥吗 风哥 那为什么 风哥其实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然后讲话都是那个很温柔 然后低言细语的那种 然后说话慢慢的 然后可能我们在现场 他会说文静你想吃点什么吗 就是就是会很温柔的一个人 然后也很很绅士的一个人 然后拍起来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很害怕 然后和他每次 你想象一下我们两个人每次在哪 你必须听我的 我的是我的 你的也是我的 然后紧接着 完了之后 文静 没事吧 文静 中午你想吃点什么吗 你今天点什么外卖了呀 就是你会觉得 我生活里还在PoA你 没有没有 因为生活中是一个很温柔 也很会照顾大家的人 然后你一到戏里面到现场的时候 但凡 但凡你开始我们要走戏了 默戏了 你看他表情已经变了 然后我就会感觉 啊这个时候我先不要跟他说话 我害怕 然后等到诶戏出来了 然后他就是一个很很很很很开心的状态了 然后会跟我们大家说 诶你们今天晚上有没有事啊 我们可以一起吃吃饭呀 大家好我们大家一起吃饭可开心了 就是就觉得他反差应该是很大的 对不对 哈哈哈 这个戏选错演员了 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反差最大的是蔡文静 哦 因为他在戏里面就是老是被压迫啊什么 但是他其实他很内向很很很很往里收很内 但是他其实生活里面是一个特别大大的开心的一个人 非常非常的阳光 就是呃 特别特别的跟这个戏里面反差也很大 那那那文静说对于我来说我确实是 呃 我也比较离这个角色就是说我该怎么去 呃 就是性格方面我真的是跟他那个 呃 我真的是非常不强势的人 就是很容易就平时生活很容易妥协很容易 呃 风格线穿游的破碎感了 做决定 但是我觉得 我演一个角色我就是一定要搞到极致 我每天都要拿出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 就是我必须我接了这个角色 我只有把他往极致里面走 呃 我必须要用所有办法 呃 并且很有很有曲曲折很有层次的表现出这个人物 所以我会使用一种催眠自己的方法 嗯 会达到一种这样这样的效果 那这部剧听起来拍着还是大家都比较专业比较严肃 那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现场的剧情 或者是剧组内的趣事给大家分享一下的 奶奶有吗 剧组趣事有吗 剧组趣事 剧组趣事 因为每天都很开心 我们虽然拍戏的时候是非常专业严肃的 但私底下大家因为老剧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在京岛拍的这部戏 对 有很多很好吃的就是海鲜之类的 然后那个像那个蔡文静啊 然后还有冯老师文静他们经常都会请我们吃饭 我又每天就是蹭吃蹭喝的那个 又要去吃点这个人的那个 又要去吃点这个人的这个 对就很开心 对每天都很开心 拍的开心吃的开心啊 开心的工作 对开心的工作 而且其实在对于我本人的这个专业上 其实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提论 就像刚刚那个上风歌 其实就是我们有很多桥段 他其实真的有帮助我更好的去进入这个角色 然后去理解这个田秋子的这个戏分 因为毕竟我自己本身现在阅历还不太足 然后想要去诠释一个这么复杂的角色 其实还是挺难的 然后就是呃大家在一起的 其实哥哥姐姐们都帮我很多吧 对 嗯那我们这部这么开心完成的这一部好剧 马上要跟大家见面了 那我们今天也正式开播 能不能我们立一个站内热度值的flag 我们然后给大家送个福利好不好 我们比如说立一个flag 如果我们站内腾讯站内热度直破 两万六 四位主演有什么福利给我们腾讯的朋友们 还有网友们观众们奉献的吗 来 风歌开始好不好 给大家发发小福利 让大家帮帮我们冲冲热度 如果两万六的话 我给大家跳一个手指舞 手指舞 好反差 ok 我觉得这个太棒了 来文静文静有吗 嗯 啊 风歌的手指舞了 没有 很拼 哎因为那个 那这不算吧 就是因为我这个系里面有唱一个歌 就是那个静 然后如果我破两万六的话 我就直播唱静唱一百遍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后没有人看 哈哈哈 一百遍 一百遍 这将是面语的一个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我相信 哈哈哈 就是主打一个让你们都厌烦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怎么肯定是 真的很喜欢唱歌 而且他真的是 很专业的去学 我用福利 在这个剧组是有两个人手里是有唱八话筒自备的 哦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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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听歌的朋友们 帮我们冲冲热度直啊 来 那你走到房车 房车 房车节会听到蔡文静嘹亮的歌声 哈哈哈 更加期待了 我们看那那有什么我们的flag吗 福利 哦 哇 的话 如果扣了两万六的话 呃 我复刻一个田秋子 大家 所就是比较 讨论度 大家都比较喜欢的一个经典片段吧 哈哈 哦 经典片段重现很棒 来黄老师呢 呃 我就把那个熬成一锅粥趁热喝了把这一段演出来 哦 也是经典片段复刻 太棒了 那感谢各位网友观众帮我们多多分享推荐我们这部剧觉得好看的话也多多帮我们点评打分 谢谢各位了 我们先谢谢 好最后呢我们直播马上也结束了 最后请四位主演 一句话再向所有的朋友们推荐一下我们这部今天晚上七点半要上映的剧好不好 来风哥一句话推荐一下我们这部婚内婚外 好 婚内婚外 抓马必看 请大家来稍后来腾讯视频观看这部戏 谢谢来文静老师 啊 婚内婚外 不管你在婚内还是婚外 你都要来看我们的婚内婚外 听一下吧 所有人群全覆盖啊 厉害厉害 来 奶奶 婚内婚外 这个全员的这个女性全员的大爽文 然后一会赶紧来腾讯来看 好的 谢谢奶奶 来黄老师 婚内婚外到处都是亮点 想学习以及防范PUA特殊技能的一定要看 11月28号腾讯视频婚内婚外 谢谢黄老师 今天完全化成一个反PUA形象宣传大使的感觉 谢谢四位主要来到我们的腾讯站内直播 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本次直播的网友们 然后请大家多多分享关注 我们今天晚上七点半即将在腾讯视频开播的婚内婚外 我们今晚剧内见 感谢四位我们直播结束 下次再会 拜拜 感谢各位朋友们 不计是我们这部剧 拜拜 剧内见 拜拜 我们直播结束 下次再会 拜拜 感谢各位朋友们 不计是我们这部剧 拜拜 剧内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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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